那但是為什麼這一次 他只贏5萬多票市長的部分 所以在民意的部分是什麼 當然在生計 那在這個生計我想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高雄的韓國瑜 喊了高雄又老又窮 那不要這個高雄又老又窮 變成在我們台南啊 我必須要一樣一樣的來點出啦 我們的準市長講了一句話 當在選舉的時候 他說要動漲黃水 可是你知道現在市民嗎 我這兩天出去三票我有夠煩的啦 我不知道美燕跟培蘭 都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大家都跟他說 那像黃國瑜說明年要動漲黃水 叫他就要承諾要拿出來 那我們看到了 當我去看所有的資料的時候 才知道他說是明年5月份 召開民意委員會 那我感覺這是生效的 4月份就定案啊 我們的稅務單就是會寄出了 你明年5月份才說要動漲黃水 要開民意委員會 那我在想其實咧我知道現在未來的 黃鎮營會講什麼話 講說欸現在就這樣喔 房屋稅要考慮啦 我告訴你民進黨有在考慮嗎 想要做就要做欸 你真的我在這裡呼籲黃偉澤 准市長你假如有站在民意 你在12月25號就職當天 你就要宣布說 我要來動漲黃水 你